好同學我們來看一下下列這個表格 他要你找出說老師應該怎麼樣加強學生的這個學習效果 那他這個表格呢就是告訴你說有幾種方式都可以加強學習的一個效果 保留率就是說你學到這項知識或者這項才藝 然後你能夠保留到最高的境界有下列這幾種方式 例如說光用講的學生聽大概是5%而已 所以你看老師在課堂上講你們大概只聽到老師的5%的功力 那如果你自己讀閱讀的大概10% 試聽然後示範討論都很高就是讓你們討論讓你們講 讓你們出來這個示範甚至於是做中學 就是說你一邊出來演練那最好的就是教別人 也就是說你自己學了聽了之後再去教給別人 就表示你真的會這個東西所以教學相長就是這樣來的 好所以應該會有哪幾種方式是比較適合的 就是可以討論對不對 所以這個討論問題然後呢不此相思互相學習 A是可以的B的話是說強調說什麼這個 衣室天分無需再學這個不對 C的話呢傳道授業解惑課堂上 課堂上呢是其實他強調的那個教學是比較偏向授業 因為傳道跟解惑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傳道是偏向道統的這種傳遞 就是說這個老師的這個人格特質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向這種道德上面的 所以剛才強調的是這個教別人 但是教別人比較偏向就是授業 授業的部分 好所以C不能選 然後再來豬呢是透過10座 10座也有我們講做中學 所以去10座當中可以體驗的沒有錯 再來1的話是提說愛護學生 剛才那邊表格裡面並沒有提到說要愛護學生 所以5個選項呢我們就把A還有豬找出來 這個砧場